继2023年初,12000人大裁员之后 谷歌于2024年1月10日再次解雇大约1000名的员工 横跨核心工程部、谷歌助手、硬件和AR等数个部门 2024年技术招聘现状显示 已经有21%的程序员担心失业 1月16日,谷歌又解聘了数百名员工 据说这次被裁员员工的工作将由人工智能所代替 谷歌首席商务官菲利普·施德勒在备忘录中暗示 谷歌销售部门解雇员工的步伐也不会停止 更多的人将不得不离开 更有传闻称,谷歌或许将要开除总共3万名雇员 国际货币组织IMF报告则显示 AI会影响全球40%的岗位 看起来生成是AI真的要开始淘汰人类的一些工种了 就在这程序员人人自危的时候 美国加州顺客拉拉线传来一起谷歌华人程序员丈夫 杀害妻子的事件 本就不平静的硅谷被这起案件直接炸翻了天 大家议论纷纷 有的人怀疑这起案件或许因为二人丢失工作而引起 也有人说丈夫在枪杀妻子之后已经自枪 各种消息满天飞 今天就请大家跟随5月一起来了解一下这起焦点新闻 2024年1月16日上午11点左右 加州顺客拉拉市警方接到了报警电话 报案人说自己在今天早上曾经打电话给居住在山谷大道的朋友 陈某和余某夫妻二人 但是没有人接听 于是他直接开车来到了陈某和余某的家中 按门铃但是没有人回应 他觉得事情蹊跷 于是绕到房屋的后面 透过窗户发现了陈某状态异常 怀疑有不好的事情发生 于是选择立刻报警 警方迅速赶到现场并且按了门铃 但是陈某没有做任何的反应 不肯开门 警察则隔着窗户 看到跪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高举双手目光呆滞的陈某人 事出紧急 警方不得已强行破门而入 进屋后便将陈某制服 他们随即开始搜索整栋房子 寻找余某 最后在陈某处所位置正后方的卧室中 发现了躺在地上的余某的遗体 他的头部受到了蹲气重创 地板、墙壁和卧室门的背面 有大量的红色液体 早已死亡 警察同时发现 陈某的右手上有高高的肿胀 而且颜色有一点发紫 手、胳膊和腿 以及衣服上有红色的液体 手臂上还有伤痕 这些伤痕或许是由于余某 奋力挣扎所导致的 当陈某被医护询问 他的右手是如何受伤的时候 陈某告诉急救人员 自己打了妻子一拳 他还表示那发生在前一天 这不得不让人细思极恐 也许1月15日晚上 妻子于某就已经过世 陈某就这样陪着遗体 静静地待了一整夜 加州顺克拉拉县检察官办公室 如今已经决定 对陈某提起重罪起诉 指控27岁的陈某 涉嫌使用拳头多次击打 同是27岁的受害人 余某的头部 最终将其妻子活活殴打致死 因此陈某将面临谋害指控 地区检察官罗杰夫·罗森说 此事为家庭暴力致死事件 检察官证实 陈某确实是谷歌员工 本案原计划于1月18日下午开庭 但是由于嫌疑人陈某 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聆讯日期已经被推迟 嫌疑人不得保释 指控书显示 陈某所犯的罪行 涉及严重暴力 严重身体伤害威胁 属于高度残忍 恶毒或冷酷的行为 而此前 坊间一直流传着 陈某开枪打死了余某 然后选择自我了断失败的说法 警方对此也予以否认 事情刚发生时 也有媒体报道称 陈某和于某一次被谷歌裁员 但是认识夫妻二人的知情人士称 他们夫妻二人并未被谷歌裁员 所以这起悲剧应该和谷歌无关 事后从二人的社交媒体中也可以看出 他们的求学轨迹相似 本科和硕士都就得于相同的大学和相同的专业 陈某和于某都在2014年考上清华大学 一起在2018年毕业 获得电子信息工程学位 随后二人在2018年至2019年期间 在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读书 双双获得了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 据悉二人在清华并不是恋人关系 他们是在圣地亚哥硕士期间才走到了一起 陈某在加州湾区进行了短暂的实习之后 于2020年3月加入谷歌 担任软件工程师 于某毕业后先是在亚马逊实习 随后加入亚马逊工作 在2021年6月他正式加入谷歌 据陈某的同事透露 陈某工作表现出色 经常得到公司的额外奖励 可以说是团队里的重要一份子 具体陈某和于某 于2022年11月22日结婚 两人在朋友圈经常分享小猫 以及二人的甜蜜生活 可见他们热爱生活 也热爱小动物 公开数据显示 他们两个人所住房屋 由于某在2023年4月购买 该栋房子修建于1960年 面积168平米 拥有四卧两位 房价大约是200万美元 据说夫妻双方都出了钱 而且比例相当 只不过令人没想到的是 不到一年的天气 这栋新购买的屋子中就发生了命案 附近邻居表示 这群年轻人刚刚搬到这条街上 山谷大道这一条街上的住户 大多数都在此处已经居住很久 不少居民处于退休养老的状态 因此街道平日都非常的宁静 夫妻二人在刚刚搬来时 还给街坊邻居送出礼物 二人的态度非常的友善和礼貌 平日里邻居们也没有听到 他们发出过什么样的噪音 基本上也没有听到过 他们争吵的声音 现如今陈某已经被媒体证实 他毕业于成都七中 成绩一直非常优异 每次考试都能进入年纪前50名排名 但是并不自傲 高一时还曾经到过美国 英语非常好 他乐于助人 平时参加各种的社团活动 帅气的外形 瘦高的身材 是很多同学崇拜和喜欢的对象 陈某高中毕业 考入清华大学后 还曾以学霸身份 接受媒体采访 分享自己的学习经验 在这起案件发生之后 陈某高中的班级群里的同学们 都感到十分的震惊 他的一位同学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 陈某平时话不多 但也不算是内向 对人彬彬有礼 还有同学表示 他们对陈某的印象是比较斯文 为人比较靠谱 他个头高 身高有一米九 人还挺好的 喜欢运动和旅行 陈某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 发他们去滑雪 攀岩等旅行运动的照片 陈某在高中的同班同学 透露 陈某在成都七中时 曾经交往过一任女友 两个人并肩考进了清华大学 这位陈某的前女友则表示 在两个人交往期间 陈某从未有过动手打人的举动 不知道他这几年是怎么回事 但是看到曾经的同学 变成这个样子 他们都很震惊 同时也非常心疼 他被杀害的妻子 至于于某 他曾经是吉林省松原市 实验中学特监班的学生 他还有个响亮的头衔就是2014年松原市的高考理科状元 于某在高中的班主任说 于某性格乖巧向上 平时不善于表达 理科成绩突出 英语语文等各项成绩也不错 平时成绩就好 那一次的高考更是超常发挥 班主任还说 于某的家庭比较和睦 平时主要是由母亲在负责孩子的学习 根据2014年于某获得松原市高考理科状元的报道显示 于某对电子信息类的专业很感兴趣 当时记者就问他未来的目标 他回答说 当一名电子工程师 把更多新奇实用的技术应用到生活当中去 同时他还表示自己生活中喜欢玩乐器 陈某和于某夫妻二人 私下相处的如何 现在说法众多 真伟一时难辨 先看一下报案人的说法 案发前一天也就是1月15日晚上 他们曾经在陈某家一起吃晚饭 他们发现陈某当天的状况就很不对 大部分的时间都沉默寡言 目光呆滞 他担心陈某的行为举止发生明显的变化 所以第二天早上也就是1月16日 他多次打电话给陈某和于某 在一直无法联系上两人之后才上门查看 基于报案朋友的论述 陈某以前也许不是一个非常沉默呆滞的人 现在的网上流传着一种说法 认为陈某是一个极端控制狂 会凭公猜测妻子于某有不端行为 因为控制狂人都有疑心病 即便是完全子虚乌有 不是事实也接受不了 例如于某跟某个男生有眼神交流 陈某就会促性大发 想象自己戴上了绿帽子 而且据说早先的时候 陈某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但是依然能够感受到他一定的控制欲 有人说于某之前在亚马逊工作稳定 但是陈某想着让于某来谷歌一起工作 于是就要求内部推荐于某 本来于某并不情愿 但是为了磨合促进夫妻的感情 他还是同意了 因为于某条件优秀 技术过瘾 所以在面试的时候得到了很多人的好评 竟然让陈某有一点吃醋 后来陈某的猜疑越来越变本加厉 在2023年6月就已经发现情绪躁动 夫妻二人时常发声口角 于某为了家庭的和睦 耐心地磨合了大半年 最近都已经很少发朋友圈 整个人显得有点寂静 谷歌有着不少的清华毕业生 在聚会的时候 人们就发现二人相处有一定的问题 陈某会形影不离地一直跟着于某 在各种公开场合 会因为吃醋把气氛搞得非常尴尬 事发前的1月6日 于某和陈某参加了清华校友的聚会 聚会结束之后 妻子于某和几位女性朋友计划出去逛街 陈某就是不同意 后来陈某说出去也可以 自己一定要跟着他们 夫妻二人为此大吵一架 最后还是朋友们做合适了 才把事情压了下去 可是妻子于某表示 她早就忍受不了 实在是因为陈某婚前婚后反差太大 于某在2023年12月底 就已经开始闹离婚 很可能正是这离婚的诉求 导致了这起家庭悲剧的发生 此外据说2024年1月3日 夫妻二人在家中发生争执 并且动手打了架 于是妻子于某打电话报了警 美国加州法律 对于家庭暴力的定罪很重 警方一旦接到报案 也会处理得很重 一旦事情被认定 相关部门可以让陈某工作停职 还可以终止她的绿卡申请 甚至驱逐出境 据说陈某和于某目前还没有获得美国绿卡 他们只是拥有在美国的工作和居住权 或许是妻子于某认为 打一个电话叫警察上门来调解处理一下家务事就好了 她并没有想到报警后的后果会那么的严重 朋友们说 后来于某也后悔了 不希望把事情闹大 她一直在积极联系 尝试撤销对于陈某的家暴酷诉 可是对于陈某而言 她考上了清华 在美国读书工作拿着高薪 某种程度上来说 她实现了很多人无法完成的梦想 一路走来顺风顺水 但是妻子于某的这一次报警 可能导致她绿卡拿不到 工作还会受到影响 前途近毁 对此陈某还在网上发帖求助过 这件事情也有可能成为压垮夫妻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 但是真相也许还没有浮出水面 希望随着庭审的开始有更多的准确可靠的信息可以被释放出来 新闻媒体对陈某的最终审判非常的关心 熟悉加州刑法的律师表示 加州将谋害分为一级和二级两党 其中一级谋害的量行为25年至终身监禁 二级则量行为15年至终身监禁 一级的定义是指自愿发生和事先预谋的杀人 自愿发生是指嫌疑人的所作所为没有受到他人的胁迫 定义中的事先预谋是衡量是否构成一级谋害的核心指标 一些律师认为嫌疑人陈某的所作所为 完全符合一级谋害的定义标准 因为他对妻子的谋害完全是自愿和有预谋的 虽然事件发生的详情现在还不得而知 存在两人因口角纷争上升到动手斗殴这种可能性 但不少律师则认为 在美国法律体系当中完全不影响一级谋害的判定 有律师认为该案最终量性的决定性因素 可能在于谋害过程中是否存在折磨情节 从陈某的右手高高肿起 并且发子的事实可以看出 他曾经拳打妻子 但是否属于蓄意折磨 则需要法官根据详尽的资料来判定 如果陈某手脚并用还抄起了顿气击打妻子于某 那么可能就谈不上什么折磨情节 但如果他间隔了很长时间 才一拳一拳的将妻子活活殴打致死 那么很有可能就被判定存在折磨情节 这也就是说 如果嫌疑人陈某最终被判定存在折磨情节 那么量刑就只有两种可能 一是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 二是死刑 虽然加州已经好多年没有执行过死刑 但嫌疑人陈某被判处死刑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陈某和于某都是典型的学霸 很多人心中成功人士的典范 名校毕业 大厂的程序员 收入颇高 形象又好 如此发展下去 他们肯定是这个社会上金字塔塔尖上的人物 可是为了什么 他们会走到这步田地呢 大众也许应该需要有一定的思考 很多中国人非常重视教育 尤其看中学习成绩而忽略了人格健康的成长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会培养出一些智商高 情商低的人才 在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 这些好学生也能够为社会做出卓越的贡献 但是一旦遇到不顺呢 有些人情绪管理可能就会出问题 就有可能形势偏激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起谷歌程序员案件有着什么样的看法 对于情商和智商有着什么样的评论 请在留言区发表你的想法 我是伍玥 讲述人世间真实的故事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请不要忘记点赞留言订阅哦 我们下期再见